歡迎收看 女王大人 晚安 你們好 晚安 怎麼樣 又怎麼了 剩不到半個月就要過年了 快過年了喔 你手上這麼多節目 想必荷包轉滿滿 撒紅包 絕不手軟啊 我在這裡呢 就先替所有辛苦的幕後工作人員 好親戚 好兄弟 好姐妹 先來感謝您囉 祝您年年有今日 歲歲有今朝啊 謝謝 謝謝 這點小事不足掛詞 大家 全哥 迎接全新的一年 希望你可以答應我 怎麼 包包還不夠啊 哇 你還要求點別的 巴小玉做人不能太貪心啊 是 唉唷 想到哪裡去了 我不是這種人 我們家族今年想要來點不一樣的 想透過 的方式 讓孩子們了解這個過年的習俗 很好啊 對 可是跟我 妳家族跟我什麼關係呢 你有看過那個 影帝無康人 那個電影 復讀青年 我看啊 對 他就是憑藉了 得到了金馬影帝對不對 演真好 對 就這麼剛好 我們家族的這個劇裡面啊 就有一個 沒有台詞 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缺一個人演 我左思右想 我覺得這個角色啊 非你不可 我猜這個角色 是不是最怕紅色 對 他是不是還怕火光 噼哩啪啦的聲響 沒錯 有沒有那麼剛好 他剛好叫黏呢 冰哥 就是黏瘦 你是不是覺得跟這個角色 完全沒有違和感 而且倍感親切 滴滴嘟嘟 滴嘟嘟嘟 喂 老婆 我決定過年 帶全家到泰國去玩 欸慢著 至少一個月 趕緊規劃規劃 抱歉啊 過年剛好有安排了 那就看明年吧好不好 啊 要等明年啊 明年還要早點告訴我 因為我要訂機票 什麼 沒關係呀 今天晚上的四位來賓啊 他們要跟我們提供 最難忘的過年經驗 不過他們 他們的過年會有 多吵 多鬧 多好笑呢 歡迎他們出場 介紹第一位 王宇婕 沒有違和感 沒有違和感 還有年獸 年獸有魔的吧 林森志豪 還好 年獸來了 歡迎李明川 李明川 歡迎鄭麗姐 好讚喔 歡迎四位來賓 恭喜 恭喜 今天我們要分享過年 每人跟人家的過年呢 做過的方式不同 有人就是 就習慣出國過年 有人就習慣往南部走 來 第一個環節 過年去世有夠多 這件事讓我回味無窮 現場的四位年獸喔 他們基本上都至少過了 三十個過年 至少吧 至少 我們先從 來 假動作 消失的硬幣 過年什麼硬幣消失了 我們每一次過年就是 我們一般就不出國了 都一定會大家 就是聚在媽媽的家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了 然後我們一定會有一個習慣呢 就是大家一起包那個水餃 然後水餃之後呢 包錢 元寶 然後我們還要再放硬幣 就比方有五十塊跟十塊 我們都會先 五十塊 太大了 你那是郭天啦 因為比較好發現 金元寶 因為一塊很容易就可能 看沒感覺 通常都會放一塊 最後放五塊 對啊 十塊都過分了 包到五十塊 五十跟十塊耶 五十很大耶 好 重點來了 我覺得我們就是會 包了餃子 我們都會包大概兩百 兩百個 對 我們十幾個人 很合理的 我們包完之後呢 我們都會 下水餃都要過十二點 然後我們就開始 下水餃之後都要吃 因為在這個吃水餃之前呢 我們每一個人就要開始 被拗了 好 要給多少 給多少 每一個人都要給 就看你要被拗多少 給誰呢 就是放在一個 就是公碗 吃到錢的人拿 對 有兩個獎金嘛 五十塊就是拿大概就是六成 然後第二名就拿四成 就是看裡面的碗多少 那我永遠就是被拗最多的 反正我的心態就覺得 我一定是 對 我想沒差嘛 就丟錢嘛 然後丟錢 反正都是我的 我覺得不怕 然後我給越多 我也可以拗別人 就是給越多 就這樣子 大家開心嘛 然後就帶頭啦 對 然後那重點就是來了 那如果有人睡著 在十二點 就是可能已經上床睡覺了 那就吃不到 就對不起喔 你已經沒有這個機會 就參與了 然後到了十二點 最好玩的就是 我們開始裝水餃 每一個人都先拿十顆 要吃完 才能再拿那個水餃 所以就是吃到的話 就拿到 對 那如果你十五十 就趕快吃吃 吃完之後趕快再拿 就是希望可以拿到 但有一年呢 吃吃吃 沒有人就是說 拿到獎 我們再拿水餃 再吃吃吃吃 怎麼都沒有 水餃兩百都沒有了 都沒有硬幣 那五十塊呢 沒有 啊五十塊不見就算了對不對 還有一個十塊也不見了 欸 那去哪裏 你包一個五十跟一個十塊 對 就包各一個 各一個 兩百的水餃裡面就兩個硬幣啊 對啊 這樣才好玩啊 這樣才好玩啊 第一名 我以為都有 對沒有 只有兩個得獎者 這樣子 可是 可是那一年 就沒有了 沒有人吃到 餃子也就真的吃完了 那把那六十塊吞了 對 那請問一下 吞了 死進去了 天啊 不可能 真的就消失 不是 五十塊那麼大 小折頭都亂過不去耶 所以我們 那個比照威星還可怕耶 這個是不是懸案啊 對啊 是不是懸案 不可能對不對 一塊可能吞進去 五十塊不可能 對 不可能對不對 但就是消失了嘛 那去哪裡了呢 沒有人知道 這種吞了 吞到口袋裡 對 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你可以拿到錢啊 最大的嫌疑 能把兩顆吃掉 沒有發現會是誰呢 煮水餃的人 不是 我苗頭 就到我媽逍遙 逍遙女士 我媽 我媽常常就是 她比較 因為她 比較香 因為 她比較香 對 媽媽真的很香 炸葡萄 她把整 三分之一的那個餃子 塑膠 把它炸掉了 她以為是葡萄的 子汁 好還喝下去 對 所以那是不是很合理 那個硬幣應該是在她肚子吧 對吧 但是反正那一年的找不到 然後我們開始緊張了 明明是一個喜氣的 就是要過年 我就緊張了 趕快說媽媽要去幾診 我們就想說 我媽很樂觀 她說 反正這個也會出來啦 她說反正不會怎樣啦 她們過年的隔天 是全家人去照位置 大家都知道 所以就是很奇怪 然後我們就每一個人 開始有點緊張 想說那我們看看 有沒有什麼狀況 但我們都好好的 然後隔天了都沒什麼 然後都很正常 但是那兩個硬幣 真的就消失了 還是找不到 到現在還是沒有解 找不到 對 從此之後 那一年之後呢 我們就改了 不放硬幣了 我們放那個 叫什麼黃... 不是黃瓜 黃蘿蔔 不是苦瓜 蘿蔔或者是那個叫什麼 櫈瓜 黃瓜 櫈瓜 黃瓜 黃瓜不是是綠的嗎 為什麼叫黃瓜 我突然之間 我頭腦是不是怎麼了 你也滿ㄎㄧㄤ的耶 這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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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為什麼 黃瓜就是... 對不起 我卡到了 不像綠的 所以西瓜應該種在西邊 南瓜應該種在南邊 卡到了 對 卡到 我已經禱告 我怎麼了 他剛剛轉過來看我就知道 他一定是卡在黃瓜的問題 黃瓜不是綠色的嗎 為什麼叫黃瓜 所以這就是一個 無解的懸案 就懸案了 但是小小阿姨從此以後 過那個機場海關的時候 都會嗶嗶嗶嗶嗶嗶嗶 真的耶 錢會叫吧 金屬物品拿出來 錢會叫嗎 錢放口袋 會 太詭異了 所以這個就很難忘 超難忘耶 吃了一家 晚上十二點以後 心驚膽戰的 對不對 睡也睡不著 對 有人推到錢了 我誰推到錢 有沒有 你猜我猜 你猜我猜 另類的煙火秀 對 因為像我們家 這個有一個 習俗就是要守睡嘛 每天過年要守睡 然後過十二點要放鞭炮 OK 去哪放呢 很多地方都不給放啊 對啊 因為我們家是老舊社區嘛 我們就是一樓有一個 就是一個地面可以放鞭炮 放那種環保炮 就不會亂飛嘛 那那一年剛好就是因為 我想說給家裡一個驚喜 一個特別特別特別 我就存錢買了一個像煙火的充電炮 因為一般充電炮是咻嗶就沒了 他那個煙火是放就是啪 像天女善花很漂亮 可以這樣嗎 可以嗎 這是不太行啦 就剛好那一年我做這個行為 那那時候呢 我想說就是要給大家一個驚喜 那因為我們家是住二樓 老家二樓 我在陽台放 那想說一時找不到土壤可以擦 因為那個泡比較重 然後因為家裡阿嬤會拜拜 有什麼雞鴨魚肉 有那個米杯什麼之類的 我就把那個煙火插在米杯上 就一點 一點 然後大家出來看 我說大家有一個驚喜給大家 煙火秀啊 今年厲害了 厲害了 然後一出來一點 嚇死了 然後就 像蝴蝶泡那樣有沒有這樣子 像我們家二樓陽台這樣 然後阿嬤說這也為什麼啦 然後就啪 然後一般是雞鴨魚肉嘛 所以煙火一炸變雞犬生脫 那個雞肉就直接啪 煙火力這麼大 炸掉 直接炸掉 然後 雞肉被炸掉了 因為剛好最後他停損點 在那個雞肉跟魚肉中間 然後炸掉 炸飛啦 炸飛了 阿嬤嚇壞了吧 對 冒青煙 阿嬤都跑起來了 然後我後來 就是趕快去拿滅火器救火 天啊 有燒火啊 就是有燒到一點 放山土雞變烏骨雞 變烏骨雞 對 然後後來就是那一年過年就 奶奶就說 你要去罰山 然後我就站在那個 那個 大過年就被罰山 站在那個神桌那邊 默念那個 對不起 祖先我見了 對不起 曾家祖先 他那個本來最後的效果是會飛的嗎 也是不會飛的吧 會飛的 會飛 所以才會往上飛 因為他其實應該要插在土壤 或比較固定的地方 可以往上的時候會啪 這樣炸的漂亮 會變成像煙火一樣 可是他也不能固定太緊嘛 他要能往上 不然飛不出去也是原地爆炸 喔 好可怕 說了煙火其實過年如果能夠放到煙火 那種有24路的 或者是36路的 百一盒的 一直不斷的連續煙火 然後很爽 很過癮 後來誠哥我想到說要讓自己解套的方法 讓阿嬤開心 過年不會讓老人家不開心 所以那時候誠哥有一個節目 記不記得就 夾夾 紅不讓 對 怎麼樣 對 因為那一年我手氣特好 然後我就贏了阿嬤快一萬塊 然後我阿嬤 你說光假 不是啦 你說你贏了你阿嬤一萬塊 我打麻將的時候贏阿嬤錢 然後阿嬤就那一年 在吃 也是過十二點要吃元寶 他的元寶說 喔我沒贏 哈哈哈 今天過年喔 拍過年啊 拍你當搞什麼人 這樣 就在那邊摸摸這樣 我說阿嬤 我跟妳講 來 晨晨哥有個節目的遊戲很好玩 欸 他說什麼節目啦 我沒看啦 你沒看不起 我們來玩遊戲 他說什麼遊戲 夾夾紅不讓你有聽過 他說夾什麼我哥啦 我說 等一下喔 我就把那個錢 我把阿嬤的錢 我說我等一下站在椅子上 桌子上 我就一放 像那個 掉蝦腸放在那裡 放福利有沒有 放在那裡 阿嬤你拿錢 你拿多少 你就拿 阿嬤就 看他不錯喔 因為那時候節目是長的筷子 我阿嬤是拿短的 我阿嬤拿筷子很厲害 他夾很準 我有看過他夾的東西很厲害 然後我想說 如果這麼順理成章 他拿錢也太不好玩 然後呢 我阿嬤就是 我一放 然後我就叫他表弟說 去拿吹風機 他說 哥哥拿吹風機幹嘛 你就拿就對了 然後去拿吹風機 他說然後我一放 我說快吹那個錢 然後那個錢就 原本是這樣嘛 然後我阿嬤 還沒中 阿嬤不會閃到腰 那時候阿嬤還年輕啦 你現在講的應該是 二十年前的事情 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真的 阿嬤有玩得開心嗎 他後來我 丟了十張一千塊嘛 其實夾到兩張 然後還要夾到兩張 你有真心想要送阿嬤的錢嗎 沒有完全 沒有完全 畢竟那也是我辛苦摸來 自摸來的 那是靠自己努力啊 靠自己努力 然後後來阿嬤拿了兩千 又坐在那個穿桌上 難忘的過年是什麼 毛起來打扮 你哪一間不打扮 我平常沒有上班 是不打扮的 但是我們家就是某一年 其實是這樣 大家吃年夜飯 該玩的差不多嘛 對 該做的差不多 然後尤其是家裡 就是有長輩 我們家是三代同堂 沒有住在一起 但有三代 所以那個跨度是蠻高的 人很多 基本款是十三 有時候會到二十 我去年煮飯煮了十七個人 就是那一桌 十七個人吃 所以就是人的range有點大 嗯 然後重點來了 可是就是 我也必須講 那如果是十七二十 裡面就會穿插 可能有一些是平常 沒什麼來 沒什麼聯絡 沒什麼聯絡的 因為可能是我媽媽的 兄弟姐妹 或者是我爸爸的 誰誰誰誰 小孩那種 平常真的沒有來往那麼多 所以在重桌吃飯的時候 其實蠻尷尬的 因為你問後的事情 都同樣的嘛 去年問他 今年還是問同一件事 一樣的問題 都一樣的問題 你有太多共同的經驗 對 那因此有一年 就是我們的 我的下一代 就是我們的第三代 我是第二代 第三代的 哥哥的小孩那些 對 他們就說 每次過年這樣子 我們就是 剛好我不是去年搬了家嗎 他們就說那到 那個叔叔家 我們就做一點 不一樣打扮 因為要特別一點 然後後來我們就 所有的只要是 家庭聚會 包括像過年 比如說最基本款 紅色 就過年穿紅色衣服 很正常嘛 要洗氣 那我們還會有那個 好可愛喔 我們有一年的主題叫做 鑽豹 鑽豹 穿豹紋 因為那一年 要鑽豹 所以只要是動物紋的 豹紋的啦 斑馬紋的啦 然後左邊那個人是我爸 我爸那天非常的生氣 他有穿豹紋嗎 非常氣 他超氣的 因為我爸不可能會有豹紋衣服 所以這是我準備的 我有心想說 爸爸是長輩 應該要幫他低調一點 他氣豹 當他穿上之後 他氣...對 他氣豹 他說 對 他說 啊你們都這樣子 花不溜丟 喔我這什麼意思 啊為什麼 你們有人是豹紋褲子 我沒有 我爸氣豹囉 他覺得說 你們這樣讓我很沒有參與感 抱歉了 所以所有拍照他都躲到後面去 因為他覺得他不完整 笑起來都不快了 對 不完整 不好意思你前面那一位 穿著是什麼紋路啊 我前面那一位 因為 那天的主題就是豹 轉豹 可是我姐就是心機比較重 他就說你們都是豹 沒有他說你們都是豹 我就是在叢林裡面的那一朵 你看看 Welcome to the jungle 你知道獅子座女生 就是會在最後一刻 給你來一個 意想不到的驚喜 他就是要 他一定是C位啊 因為他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然後我們 對我姐姐 馬上就看到他了耶 對 滿突兀的 最顯眼的 我媽在我的旁邊 為什麼不出來呢 可能剛好這一張 因為我媽那天是 全身豹紋 哇 像第一點這樣子嗎 你媽媽只都出3分之2的臉 是 沒有他那套是 你叫你爸爸那豹紋內褲拿出來嗎 他 我媽那套是有點像 瑪莉蓮夢露 低胸 有腰身 然後A字群 一轉身就這樣子 這樣這樣 其實我爸也是有 因為這樣子生氣 他覺得我媽真的很過分 因為我媽都說 啊我沒有 唉唷 那樣不知道怎麼穿什麼 又一直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走出來是 全套的豹紋洋裝 我想說 欸你這件他說 他就新買了啦 哈哈哈哈 我爸氣炸了 我爸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你們 意思說你沒有 對這是我們撰爆主題 另外我們還有就是 這個是我們在網路上買了一個 因為我們是李家嘛 所以我們的胸口都是有個李 就是李家的這個大學期 Logo這種 我們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件 各種顏色這樣子 李 對李 然後另外還有一次是牛仔 那時候在疫情的時候 牛仔趴 他們是Lucy嗎 那是我 大家都說他長得像李玉璽 他是我的姿子 哥哥的小孩嗎 對 對對對 他是像大同大學李玉璽 沒錯 德西 哈哈哈哈 然後我們還有一次是牛仔趴 就是牛仔的主題 然後我們是連口罩都戴牛仔的 因為那時候還在疫情的尾聲 好團結喔 然後那一次 你們這樣子群聚不會怕什麼 就自己家人啊 吃飯 互相傳染是不是 反正要團滅就一起滅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多樂觀啊 都要團結 對啊 就是因為 有這個主題之後 變成每一次吃飯 變得更有趣 因為其實飯菜每年過年 都差不多嘛 而且這樣照起向來 你就會知道是哪一年的 對 有一點畫質 就會很好玩 我要學起來 對 對 我們今年 我們今年 就是喜氣洋洋而已 對 我們今年主題是 三紅是三金 對 差不多吧 我們今年是革紋 革紋 革紋啊 對 就是各種格子 對 各種格子 最好在過年前去做 有沒有那樣子 一格一格的 是 過年餘性節目這樣玩 砸紅包促進全家和諧 每一次喔 他們都用不同的主題 過五關 第一名就 那一對就拿三萬人 誰提供的 小晨晨他們就是賺很多 找理由送大家紅包 喔 吃年夜飯的時候 他會提供就是說 因為你知道群組 沒有人要回應他 你知道嗎 蛤 他居然搬這個獎金 他搬那獎六千 還故意的 我們今年是格文 格文啊 對 就是各種格子 對 各種格子 最好在過年前去做 有沒有這樣子 一格一格的 不是 做完以後再去曬太陽 沒錢還會有這個效果 沒錢就拿去逃亡啊 好熱一點嘛 一個格子 非常的好 這個給大家一個 我要學起來 這不錯 一樣過年這樣就有意思 對啊 真的 要不然過年還有什麼 對啊 吃完年夜飯大概就開始推頭 對啊 推頭 三公 我老公他們家族也很好玩 他們是 因為我家族很多人 每一次聚起來就是 二三十個人這樣子 哇 有沒有 這才叫多 老公的堂妹 他們就是這一輩的 很多想法 他們就很會辦活動 每一次喔 他們都用不同的主題 讓我們分成三隊 所以一隊可能有十個人這樣左右 比賽 抽籤比賽 然後他們做一個計分表 哇 然後過五關 要想五個遊戲 對 然後就是 就是每一個人抽到的第一關會不一樣 每一隊抽到 比如說玩的遊戲是什麼 比如說用筷子堆骰子 每一個都要是 一一一一一這樣子的 然後堆 比如說堆六個骰子 然後不能倒 然後 看花多少時間是不是 對 然後這個過完之後 下一關好 就是丟那個 比如說這邊有個空心磚 空心磚上面不是有一個洞嗎 對 然後丟桌球 然後就讓他彈彈彈 彈到那個空心磚的洞裡面 天啊 反正 我跟你講獎金超高的 第一名就 那一隊就拿三萬元 誰提供的 都是小叔叔 因為小叔叔 小嬸嬸他們就是賺很多 然後他們又願意分享 他們就是找理由送大家紅包 這只是 這只是每一隊的獎金 我以為小叔叔是在製作單位上班的 你會很想參與這個吃年飯的時候 對 很好玩 對 很好玩 一隊一隊獎金喔 還有個人獎 個人 比如說像我說那個丟桌球那個 小朋友也可以來丟 小朋友丟了之後 小朋友中 比如說中一個 中五千塊 中兩個 又加一萬 天啊 小朋友耶 對 這小朋友價值觀不會偏差嗎 一定會 沒有一萬不玩 那些大人都看得更起勁 然後全家就玩得很開心了 還滿有意思的喔 可是我覺得我爸有一個也滿好玩的 就是吃年夜飯的時候 他會提供就是說 今年最佳回應獎 因為你知道群組 最佳回應獎 沒有人回應他 你知道嗎 裡面最佳回應的都是我弟 因為他每次貼一個說 喜歡你怎麼弟 長輩圖 對 然後我弟就第一個 回他一個笑臉 或回什麼 我們是連回都不回 你知道嗎 所以我爸就故意頒這個獎 最佳回應獎 沒有沒有 可是他其實的用意 就是希望 我們以後都要回應他 還有別的獎嗎 還有 除了最佳回應 還有就是最佳什麼貢獻 就是你有在上面 常常會去講一些話 會貼一些分享給家族的這些訊息 好像企業喔 對... 可是你這樣子就會照 他居然頒這個獎金 他頒這個獎金 他頒這個獎金 還故意的 回應就有六千 對 你看 然後我弟就 然後我弟就超開心說 我回應就有六千 然後你知道我旁邊 我妹就最賭啦 我們還說 那早上我們也回應他 就聽個笑臉而已啦 有沒有 就類似像這樣 我覺得這樣子也可以 促進你們家的那個群組 最可怕的是 他爸爸後來又頒給自己一個 我對這個家的貢獻 我不能得這個獎 自己頒給自己 我不可以嗎 我們來回顧一下 為什麼他那麼有貢獻 來 影片還剪了五分鐘 哈哈哈哈 從帶你們上去 從帶你們上去 對 從小到大 從生成就獎 但是我覺得這個蠻好的 另外也提醒大家 因為確實現在大家都有群組 然後長輩真的都會一直發廢文 呃 我們不要等到長輩不在才關心他 你就是跟他回一下 你知道我每次比如 他真的會很開心 什麼爸媽丟了一些無聊的 我就趕快打電話 他或者是傳別的群組 我們自己小朋友的群組說 趕快媽丟了 趕快每個人都去回一下 丟個笑領都好 你要讓他們覺得有 被需要被重視的感覺 有被看到 其實你可以不妨看一看 你如果你的爸媽年紀 不頂大的話 那些也是他朋友之間 流傳一些不錯的 才會分享 對 你去看一下有些還不錯耶 真的 我媽我岳母 她常常分享給我一些 我覺得她挺好的 一些奇人意識 我都會回應我爸 我爸每一天早上五點多都傳 然後我都會回應他 所以他回應這樣 我跟你講 六千 你知道我發現什麼嗎 就是他是群發的 所以我回應他 根本不讀 他是分享群發 他根本不知道 我有回他 沒有 我爸都是很認真嗎 那你知道我弟才好笑 我弟說 你們怎麼都不回 我一回我爸 我爸就私訊他 一堆照片給他 一堆東西給他 私訊他 因為只有他回應 你知道嗎 因為只有他回應 所以我都一直傳給他 只有你爸爸發現 唉唷 我兒子有生命跡象 哈哈哈哈 聽命傳給他 我覺得要回啦 真的要啦 要回啦 換我 我剛剛那個只是提議而已 來 小燕莉來 然後我的是 年菜大縮水 怎麼會啊 這有什麼好難忘的 為什麼很難忘 就是手頭緊啊 怎麼會 因為我們家遲而過年 還有初二回娘家 全部的年菜 都我媽在煮 所以我媽從過年前 又要去準備菜 又幹嘛 又提得很重 所以我媽就很生氣 她就說 我真的 就那次我們出餓吃完年年飯 我媽就說 而且你們都不會 我訂就好啦 可是因為我媽就覺得 年菜自己煮 吃起來第一個 比較好吃 所以你訂一套 再加兩個菜就好啦 對嘛 那我媽就說她再也不煮了 可是我媽不煮的意思就是 因為她也不要打掃 也不要洗碗 所以呢 她決定出國 然後就跟我們講 以後除夕 她就說出國你也不用回娘家了 除夕你 除夕你也不用回來了 我就是要跟我朋友出國去玩 所以呢過完年後 我們再來約吃飯 或幹嘛都可以 我們就約在外面吃就好了 然後殊不知 我媽一落下這個狠話 隔年疫情爆發 但你知道我們又沒答應 欸 你還是要煮喔 看媽還想出國 不能出國了 你還是要煮囉 現在要出廚 就是已經不能出國了 所以你想出國 不是 然後我們就這樣說她 那我媽就更氣 我媽就說 反正我就不煮 你們自己去叫年菜回來 可是你煮的比較好吃啊 怎麼 她說不行 反正你們就自己叫年菜 那我就跟我弟說 欸怎麼辦 你媽就不煮咧 所以我們現在怎麼辦 她就說那沒關係 她的朋友 剛好在做年菜團購 她說那這樣 我去跟我的朋友團購 順便我也給她捧個場嗎 她就可以 就是把她的年菜都送來 我說好 那你趕快去跟她訂好了 那反正就是 她就說年菜當天下午會送到 除夕當天下午 她會整個就是送過來 但她送來什麼傻眼 我們家十二個人 有時候不夠 小家庭的 然後呢我就問我弟 我就說 你怎麼訂這麼少啊 她說不是啊 我想說 她是朋友嘛 怎樣是自己的 那應該會多送幾樣菜嘛 怎麼知道她就這樣 那你知道魚喔 鯧魚也變成那種小小的魚 然後呢 什麼那種米糕那些 大概就是四五個人 小家庭吃的 然後我媽就看她就說 她過年了怎麼會這樣 還吃不夠 難道要吃泡麵嗎 我媽就開始罵了 你知道嗎 然後我弟弟說怎麼辦 我說 樓下樓下餐廳你認識 還好樓下有開門 因為過年大家一定要賺錢 你就改去跟她拿 就跟她買 零食訂是可以吃得到的嗎 不一定吃的 不一定 可是有時候會還是會有 我就說你就看他們有什麼賽 直接趕快再跟她 去多買幾樣回來 那所以後來就買回來 就補啊 就補得很醜啦 所以那一年的年菜 其實大家都吃得不是很開心 那我們就會罵我弟說 年夜飯滿重要的 對 那我們就罵我弟啊 說你是不是貪小便宜啊 想說自己朋友 那個視覺要很豐富 對 因為我媽煮的都超澎湃的耶 我媽什麼像魚 鯧魚一條要一千多塊 她直接兩大隻 就這樣放在我們家 哇 所以我媽自己真的很好吃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喜歡 過年該有一些習慶的菜色 還需要有 有魚有雞啊 還有過 雞扇之家 慶有魚 所以有雞有魚 對啊 要要要 年夜菜 每一家都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對 但是做起來其實並沒有那麼容易 是 對不對 幾個人吃不好算 煮食又要準備 還有人不吃什麼 不吃什麼 對 吃什麼不吃什麼 但年夜飯不能不吃 不能不吃 一定要 好 我們今天呢 這個吃 分享的過年 剛剛只是大家難忘的畫面而已 對 但有一些人聽來沒有感受 要怎麼樣才有感受 怎麼樣 要吃得到才有感受 太棒了 真的假的 該不會 第二個環節 過年好料大推薦 聽我的 吃這個蒜梅醬 來 上菜 創意年菜特殊吃法 昇華口感像帝王料理 在烏魚子的料理上 因為大家做的都 偏無聊 好 加了蝴蝶酥的話 它有那個口感的脆度 跟加一點點更甜的味道 色香葡萄 配上烏魚子 還有起司 居然會有松露的味道 你年菜首先登場 是的 考料推薦 要看這裡 對 因為我家的年夜菜 比較不一樣 就是因為我們家年夜菜 桌上 就是會中西合併 嗯 那我本人的料理 也是中西合併組 對 像這一道呢 其實你們看它 它其實是有 烏魚子加起司 再加 色香葡萄 這麼高級喔 對 原因是因為啊 因為烏魚子 現在對大家來講 可能是蠻普通的 蠻家常的一個料理 對 但因為本人小時候 家境比較不好 所以我只有一年 可以吃到一次 嗯 所以每逢 快要過年 比如說像 我們什麼小年夜 再往前幾天 我就要開始倒數囉 嗯 因為就要等著 那個暗門鈴的姑姑要來了 因為我們姑姑 就是環境比較好 嫁得比較好 而且他們就是白手起家 他們會每年 送烏魚子來我們家 哇 所以我們就要等 姑姑來暗門鈴 只要一叮咚 然後聽著聲音是姑姑 我們就會 全來了 哈哈 烏魚子來了 就是會有烏魚子 水蜜桃跟那個高麗梨 喔高麗梨 就是以前我們就覺得說 哇天啊 那只有有錢人家才會吃的東西 很讚 所以我們就是每年 只會在那個時候 吃到烏魚子 過年送烏魚子 好像是很常態的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因為後來隨著 現在大家 烏魚子現在越來越普遍了 嗯 當然 我現在我本人也是 都買得起烏魚子的啦 當然 也是可以送人家的啦 對對對 不一樣的嘛 所以現在就是想吃的時候 就可以吃了 不用再等過年那一刻 就不用一直期盼烏魚子來 所以在烏魚子的料理上 因為大家做的都 偏無聊 欸 就是淹那個高粱酒 燒一燒 燒一燒 黑一煎 然後蒜苗或者是白蘿蔔 白蘿蔔 白蘿蔔水蔔 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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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剛剛講 因為本人料理風格是中西合併 我就想到我每一次去吃那個 有沒有 夏天的時候會吃到 義大利菜裡面 哈密瓜加 薄腿 薄腿 我就是用那個邏輯把它做成這一道 你們趕快先試吃看看 那我這次比較特別的是 加了蝴蝶酥的話 它有那個口感的脆度 跟加一點點更甜的味道 所以最好是配起來是不是 如果不加蝴蝶酥的話 它就是一個清香感 所以兩個口感會不太一樣 妳的烏魚子會不會切太大塊了 因為它現在環境比較好了嘛 成本下比較重 就想說大家要吃嘛 家庭比較好 它送烏魚子跟發布克牌一樣 對嘛 想吃就買了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加蝴蝶酥是不是感覺很不一樣 好特別喔 然後葡萄的話 你最好選甜度高一點的 原因是因為它可以解掉烏魚子的那個 比較重的油膩感 對 怎麼樣 可以嗎 可以 這是很特別 我沒有這樣組合過 還不錯耶 好吃耶 跟蘋果的這種 頭感不一樣 不一樣 它一定要有水梨啊 蘿蔔片喔 對 蘋果片 或蘋果這種 我吃這個 奇妙的是 他們都沒有加 色香葡萄配上烏魚子 還有起司 居然會有松露的味道 因為我的起司是 松露起司片 我們大戶人家就是 該有都要有啦 你們配這個餅乾 真的咬起來那個酥脆感 完全又不一樣 真的 一定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們又沒有吃到 因為加了蝴蝶酥的這個口感 它的那個脆度跟 烏魚子跟葡萄 混在一起的時候 在你嘴裡是在跳舞一樣 還可以嗎 這道還滿意嗎 這道還滿意嗎 好的 來 第二道呢 全力 有創意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吃沙拉 那每個人想說沙拉嘛 哪有什麼 不就沙拉嗎 一堆生菜 但是 我的沙拉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一般不敢吃沙拉 不喜歡吃沙拉的人 看到我的沙拉 都會忍不住想要夾起來吃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我承認我在配色上比較用心 因為過年嘛 我們就要有紅 有綠 有黃 很美耶 然後就是要五福林門的感覺 如果可以的話 再撒一點玉米粒 或者是撒一點這個 更多不同的顏色 果乾啊 藍莓 我有果乾 有有果乾了 有果乾 這個你們試試看 基本上我的沙拉 最特別的是沒有沙拉醬 沒有沙拉醬 所以油醋醬也沒有 沒有 什麼醬都沒有 只有橄欖油 只有橄欖油加鹽巴 只有橄欖油 只有橄欖油加鹽巴 明星因為過年 因為過年 那你其實吃這種生菜來解膩 是滿好用的 而且你每一口裡面 又都很營養 那中間我加的是雞胸肉 吃蛋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要來吃吃看這個蛋 謝謝 你覺得蛋有學會嗎 蛋就是一般 我們用水煮糖心蛋的方式 可以嗎 是雞胸肉 沒有沙拉醬喔 重點來了 只有橄欖油 只有橄欖油 而且是很普通的橄欖油 很清爽 它太好脆了 這樣子就好吃 就好吃對不對 對 橄欖油加鹽巴 好吃耶 看你們每個人滿足的表情 你這雞肉是什麼 燻雞肉還是什麼 燻雞肉還是什麼 椒麻 椒麻雞 明星老師還常常用鮭魚 對 鮭魚 就是要有點油脂 有點味道 你就可以不要有沙拉醬 因為大家現在就要健康嗎 對 好好吃喔 很開心喔 很漂亮 可以嗎 喜歡嗎 可以 歡迎來回家做客喔 超好吃 下一位來回介紹 汪敏傑 耶 這是印尼算是酸辣的魚 對 然後我們是用圓血 所以就是可以很團圓 圓圓滿滿的 它可以熱吃涼吃 是不是很下飯 好吃 好吃 好吃耶 那味道有開胃 完全好吃耶 可以 你拿來弄牛肉 我覺得可以 正點 蝦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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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介紹的好特別喔 這是印尼算是酸辣的魚 對 然後我們是用圓血 所以就是可以很團圓 圓圓滿滿的 然後這個其實呢 是爪哇的 爪哇的魚 你怎麼知道 爪哇的東巴 對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是在Jawa Jakarta 對 然後這個好吃的地方 是因為晚上 這是我昨天晚上先烤了 那我們一般烤完之後吃完 如果吃不完 我們冰冰箱拿出來 還可以吃 因為印尼很多菜 好香喔 都是可以涼吃 不用再加熱 不用再加熱 我聽說印尼人是貓舌頭這件事 貓舌頭是什麼 很怕燙 欸 對耶 因為我們就很熱啦 還給我熱的 就熱 我印尼人很怕燙 對 而且我們湯也都不會太熱 太熱 對 我們都是涼涼喝這樣子 所以 我想說讓你們吃吃看 那比較涼的口感 好啊 這個就是用香茅 然後用那個叫什麼 你這先 你這醬汁是打 果汁雞打成的嗎 果汁雞先打成 然後先醃 哇 陳哥我先拿 但是它有點辣 不忘記 天啊 完全沒有刺 小心那個 你有什麼魚做的 圓雪 是不是很大的圓雪 圓雪好棒 對 它直接就是那個香料 一般人不會這樣弄 對 這是取得問題 你要知道怎麼樣 取得這個香料自己家裡說 對 這個很好辣 它還有很辣嗎 我跟我媽還覺得 今年我們做的醬沒有特別辣 因為我們吃很辣 是不是嗆 如何 剛進去那一口很嗆 它可以熱吃涼吃 是不是很下飯 好吃 好吃耶 那味道有開胃 有沒有 好吃 好想配飯 因為印尼很熱 然後我們需要比較開胃 所以需要酸 然後有橘子皮 薑黃 所以我覺得 冬天吃也蠻好吃 薩巴薩老月那邊 好吃耶 這個可以耶 對不對 完全好吃耶 這是薑黃 然後我們應該要是 薑黃 薑黃我們是用粉 因為這次沒有買到叫什麼 一個要比較 叫什麼 像南薑 南薑 對 南薑 要找南薑買不到 這到底是不是你帶來的 是不是我帶來的 還沒跟朋友借的 不是 我名字今天 他怎麼都借 你要什麼 南薑巴鈺要去上 他也要知道耶 他要什麼東西 這個好好吃喔 對耶 你這個醬汁 好好吃喔 他弄雞也沒有違和感 也可以 其實都可以 那個醬肉都可以 對 很好吃 你拿來弄牛肉 這我覺得可以 正典 蝦也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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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很鮮 蝦 蝦或蟹也很好吃 這個我可以 蝦蟹還沒水起來 這香料大概也只有 七八種 對 它的料比較好吃 很成立啊 很容易 很棒 好自身在印尼 對不對 酸辣開胃 開胃 冷的也好吃 對 涼菜 涼菜 跟馬力 他們有一個那些 這種讓人家打包 像自助餐一樣的 打包的 在那個櫥櫃上面 一道一道都是冷的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冷的 溫的 一道一道 那種自助餐 就是這個 是那個對不對 而且他們出來端 就是端在手上很容易 對 一來 這麼厲害 超強的 技術好好吃 對 非常好吃 酸辣烤魚是吧 對 烤魚 接下來就來小甄莉 歡迎甄莉 來 這個 過年了... 維羅啊 這就是維羅啊 這我吃的 這你知道嗎 好吃的 非常好吃 因為你知道我為什麼會要介紹這個 是因為我阿姨她的女兒 就是我表妹 她嫁到韓國 然後那時候你知道我之前不是都 開麻辣火鍋 她每次都叫我幫她準備 一人份的鍋底 一人份鍋底 因為她要自己在家裡煮東西吃 這個就是我現在給我阿姨要準備吃的 這個鍋 它雖然是麻辣火鍋 這個一大鍋 這樣一大包 這樣一大包 三到四人份 只有1000大卡喔 這麼少 鍋底整個 現在目前看到倒出來都是素的 對 那這邊的素食 就是你可以加進去 要自己加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過年 過年大家都覺得要有魚 要有肉 應該 OK 當鍋底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麼一大鍋 它等於是現在這一個 然後再加水 煮就可以了 沒錯 沒錯 你就這樣一包 然後加600到1000CC的水就可以了 對水 你看它的內容物有多少 它的料是什麼 這個是它裡面附的材料 有烤膚啊 然後有脆丸啊 然後也有素鮑魚 這個是 它的脆丸 它的粽丸 它有兩個口味 然後你看這個是木耳 這什麼木耳啊 你吃那個烤膚 因為它的烤膚 這是什麼 烤膚 它就是裡面加了 滿滿滿滿滿的那些 醬汁都吸在裡面 我們到底可不可以吃 我口水已經在流了 好 來 大家上來 大家先上來 對啊 風雨可以吃了 我要先講 可是你們要不要再真心 我介紹 你們要拚命吃吃吃 它裡面是溫補系的麻辣火鍋 所以你如果不吃 就是怕胖 腸胃不好 你都可以放心的吃 這烤膚是讓你驚豔 先弄烤膚 是不是 真的很好吃 我最愛的就是烤膚了 烤膚是不是 脆丸 對 你看都有烤膚 它的孔洞 我跟你講 它那個孔洞就是 吸飽了這些汁 你知道嗎 它烤膚的這個口感 跟那個鴨血一樣很Q 是不是 然後它那個醬汁 噴出來的時候 你都感受到那種 那個辣味是在你嘴巴裡 這樣子 你知道 唇 什麼 唇唇運動 是 什麼 尤其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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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曾姐我必須告訴你 我在家裡如果女生 就會我們吃麻辣鍋 我也是吃 這個麻辣鍋 真的 所以我也是愛吃的 對 看嗎 它的 我跟你講已經大家都愛上了 只要吃過你就離不開了 而且重點 吃不出來它是素 它真的就是麻辣鍋 好吃 有沒有 真的素很好出 這是常溫保存 對 所以它必須要經過厚殺 後殺才能常溫保存 高溫殺菌之後 沒錯 常溫保存 它放時間會很久 對 倒出來的東西 已經在稍微加熱而已 它的軟爛的程度是 沒錯 然後後殺了之後呢 味道通常都會跑 它竟然沒有跑 完全沒有 它竟然沒有跑 這個很難得 我有朋友是買十幾 十幾包那個 獨享的 帶出國的 對 因為它不含肉 沒有肉 可以帶出國 因為它不含肉 倒出來給大家看 它有多少 它的份量 你說這四人份是不是 三到四人份 滿滿的料耶 天啊 你看它的料是不是滿滿的 我湯已經倒完了 它的料還有這麼多 看到沒 那可是呢 如果說你不是吃那麼辣的 因為有些人就不太敢吃辣 你可以加綠茶 加綠茶 或是烏龍茶 然後甚至你再多放一些 牛番茄進去 你是說加在湯裡面嗎 直接加在它的料 那湯會更好喝 更清爽 真的 我不騙你 我把它加在這裡好了 讓你們也可以嘗好 好啊 有小朋友要吃 還有一種方法是 你可以直接加牛奶 加牛奶 牛奶 無糖豆漿也可以 加無糖豆漿 加無糖豆漿 無糖豆漿牛奶 麻香味 麻奶香味 麻奶香味 整個湯頭變得很能喝 真的喔 對 而且它就完全不辣 完全不辣 解辣 對 各位 各位親愛的朋友 太棒了 我來幫你們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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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你也太豪邁了 就是要這樣 大戶人家 分數都可以 來 大家搶的那個 這一塊 牛 不用沾醬 不用沾醬 完全不需要 可以 好好吃喔 謝謝 它完全醬 那個湯汁已經 巴附在那個肉片上了 對啊 我跟你講 它是嚴選 四川的 漢原花椒 金揚青花椒 大紅袍花椒 燈籠椒 以及越南油桂等 它費了很多時間去熬煮 高成分喔 對啊 所以才會近乎這樣 麻辣香 哇 難怪你會推薦 滿好的 一定要推薦 對 我跟你講 它現在還有個新的產品 拉薩 海鮮拉薩的響味鍋 海鮮怎麼素 我跟你講 對啊 它的蝦子跟花枝是會長一樣 好逼真喔 真的很像蝦耶 對 口感是逼真的 口感是一樣的喔 口感是一樣的喔 所以它是 所以它其實比婚時的 更Q彈脆口 我們配的是白飯嘛 那你如果弄菜 甚至你就是用麵包這樣沾著吃 椰香飯 都好好吃喔 天啊 你好厲害喔 有沒有 看不出來是素的吧 素的 過年是這個 恭喜她 耶 我介紹不錯吧 好東西 非常好 來 歡迎出場 來 過年要吃這一味 抱一下連祖先都滿意 古早味雞肉的五穀雞 相當的有古早味 而且它的肉質很Q彈喔 對 我吃雞胸耶 雞胸也超嫩的 用這個敗祖先 你全都覺得你有成績 我的天啊 這是烏骨雞嗎 這是被炸的那隻嗎 你幹嘛 你威南肉出來給我們 真的耶 我放了十年了耶 沒有啦 因為我們家過年喔 我以前都是奶奶會用那個 會灌那個香腸或蠟肉 然後一個大的缸 然後還要掛在陽台 然後小時候都要趕那個麻雀 因為麻雀會去捉那個蠟肉 那因為現在我奶奶年紀比較大 然後我想說他不會 不要那麼辛苦 所以後來有一次我想說 既然每次過年都要吃雞鴨魚肉 那雞肉 我阿嬤就是又歪水雞 所以歪嘴雞 歪嘴雞 對 它的那個雞肉太踩 在拍夾這個怎麼樣 後來我就問 有時候看節目 結果剛好 演藝圈的友人李懿 有買了一家那個 古早味雞肉 我就問他 這家的古早味雞肉的五穀雞 相當的古早味 這是李懿推薦的啊 對對對 他要推薦我去買 男李懿啊 女李懿 男李懿 它的肉質很Q彈喔 Q喔 可以 我是雞胸耶 雞胸也超嫩的 其實對 要吃就要吃那個最 你吃雞腿 因為你這個一定好吃 對 超好吃 這個一定好吃 我都是雞胸 這個很嫩 好好吃喔 我們家烏烏骨雞的營養價值啊 就是比一般雞再好一點點 對 它的不飽脂肪比較高 對 所以如果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小野長輩吃可以吃一下 好吃 好吃 你不黏住像吃雞耶 對啊 用這個敗祖先 祖先都覺得你有誠意 對 真的 祖先都開心 然後我們家的雞的吃法 是會沾糖粉吃 糖粉 好特別喔 好特別喔 不是都醬油辣椒嗎 超好吃 真的 別騙我 你真的 沾糖粉好好吃 真的 你就想 雞耶 烤鴨會沾糖粉 到底是一樣的啊 烤鴨我有沾過糖粉嗎 沒有 有啊 它上面是 有 對不對 皮肚能有沾過 對 就是你直接沾糖吃 好好吃 可是肉去沾糖粉也好吃 回家試試看 真的 好喔 一點點就好 不要太多 嗯 這個我會 我重重 自作得非常好 好吃 農曆新年 這是一年三大節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大的 大節日 少說可以放個五六天 多可以放到十天喔 對 對 讓我們透過假期的沈澱 讓身心靈能量滿滿 活力滿滿的迎接 嶄新的一年 沒錯 真謝謝你們四位的介紹 謝謝 謝謝 精采的女王大人 我們下次見 See you 快點給我來中文台YouTube頻道 開啟小鈴鐺就可以看到最新的 女王大人喔